宏觀經濟,主持雷志凱,Kenny,Eddie 有個誇張嗎? 電翻三個人 沒錯,多了一個人在我旁邊了 第三次Eddie出場 蘇地有這麼帥的嗎? 今晚吃完你的車 不好意思遲到 說一些比較貼心的事 我們預告了 先告訴你 剛才我們頭兩節主要回應一下網友的問題 因為讚我們那位的留言 阿John都有感應發 那不是只有一個讚 也說了一節 其實有一位網友的問題 剛才阿John都說 等你回來 就是一次回應 因為有一個馬來西亞的網友 阿倫 他就說 現在看環球的經濟和市場情況 油價不斷跌下來 然後央行不斷硬著人質 水浸 但另一方面來說 經濟的爭取也似乎好像 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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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 我會覺得是叫Mini Panic 有些感覺 現在他就說 現在是不是一個Perfect Storm 或者是開始形成一個Perfect Storm 但是我想 剛才我們沒有怎樣提到債券市場 但你似乎對債券方面 好像有些準備功課 有些憂慮 防衛倒減 或者讀一讀美國的10年債 尤其是德國的10年債券 其實是頗誇張 美國那邊好一點 過去這30天 10年債券 如果在美國那邊 就由1.83厘 就升到2.23厘 你知道德國那邊 歐洲那邊 德國就超誇張 一直都說很誇張 短期的 是6年以下負 現在說10年 10年仍然是慢慢緊張 所以是很誇張 譬如 德國10年是怎樣升級呢 德國其實是去到0.0 最低0.05% 去到0.6% 即是50多的 那%是很誇張 很誇張 因為它會開始QE 買債券之前的高級 正常這家 如果ECB開始買 應該至少市場有一個大的購入 應該價格 至少是比之前好 但現在已經升穿 之前ECB宣佈買債的價格 一個月的升幅來講 那些葡萄牙 意大利 那些歐洲國家 全部都升了70幾個比數 即是0.7幾 其實都真的很誇張 意大利 由1.18 升到1.93 所以可以看一看 稍後我們可以看一看一些圖 當然的階段是向下向下 但跟著呢 是否可以看第一張圖 可以看到已經有些歐 是歐了上去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 概括一些 大約1年 13年 2年左右 然後4月21日到今年 即是剛剛沒有多久 4月29 4月29 大約 上個月月底 升得最誇張的一個 當然是希臘 因為希臘有一個 有少少債忙危機的恐怖性 但你見到這個trend都是 下樓梯下樓梯 其實是一個很穩定的下降 其實4月底已經開始有一個歐 可以上一陣子 可以上一陣子 然後我們會再看一看這張圖 但在講一下這張圖之前 因為有些時間 我們去第二張圖 麻煩你 然後就展示不同 德國 其實這個就是大約 這一個星期的圖 你見到那個歐 其實都升得挺誇張 我剛才讀過那個雷數 其實已經在這張圖反映出來 這個是很新的 這個是今天 我剛才出來之前 哇 這樣就厲害了 已經由0.05到現在 差不多到0.7了 我們再去下一張圖 美國 剛才我讀了那個雷數 但現在可以看得到 是否還有一張還是沒有 好 像意大利 好 像意大利 所以那個trend是 誇張之處就是 短時間之內 尤其是德國那邊 那個雷數就升得很快 而我不知道 我估計而已 其實歐羅 如果你看回貨幣 因為整個債券市場 貨幣市場 其實都比較大 它的動作 其實都會反映到 一些資金流的方向 歐羅其實由低位 又升上來 都挺多 即是都 六七八點 現在就1.13 我還記得那時候 你也曾經說過 短期來說 1.10 是一個位置 現在都 穿穿了 所以都挺誇張 不知道會不會 其實你看到那個trend 是有少少 歐羅升的時候 德國DAX 其實都跌了很多 由12000點 到11200 其實有少少 不知道是不是歐羅 你借了很多歐羅去買歐洲的貨幣 包括Equities 可能Bonds 當你的euro升回頭的時候 可能要拆倉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樣 原因 導致到為什麼Equity 和Bonds 都變化得那麼大 不能夠太肯定 因為現在資金流 已經是很複雜 而且現在多了很多的貨幣 而且現在多了很多的貨幣 在不同的姿勢 和不同的工具 來講的話 他們之間的大戶 或者機構 或者hash 要怎樣部署的話 其實那個影響 是不容易估計的 但是為什麼我剛才說 有少少一個 mini panic 就是Excelerate 剛才所說的 在一般正常情況來講 如果是股市好的 所以那些人就由一些 穩陣的資產 那些錢就搬去 就是風險資產 所以股市升 債券就跌一些 或者譬如黃金那些 那些 沒什麼升 直前力的會跌一些 但是如果看回 這幾天的情況 就是股市 跌一些 債市就更加誇張 黃金也看到了 也看到了 沒有利益到 所謂的 有的 有的就升了一些 有的其實都在反彈 有的就是幾個月前 都已經在反彈 所以就不太有關係 到底是什麼呢 他就覺得 似乎是有少少少 mini panic 那些人就是 其實昨天 耶倫也發過言 還沒估貴的 那些 苦市 有少少 較為貴 他叫做Moderate 債市 他用差不多一個 類似的形容詞 所以 其實 我想 現在的事情 突然覺得 那是怎樣 不知道怎樣 那就不要管了 其實如果你看回過去 這幾年的話 美股 就一直這樣上升 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所以其實 如果較早之前入市的話 就已經坐著 profit 債券市場 你剛才看到那些圖 過去這段時間 不停下跌 其實價格不停下跌 其實也有 profit 所以我覺得這一陣子 暫時來說 就似乎有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先拿了 profit 先拿了 profit 先算 先看好一點 無論什麼東西都縮了 已經不是一個 那些錢搬去哪裡 就是 待了先算 這個 我講的一個事就是 不是說我 先叫你講 你當作平安 賺光了 我沒有買過 不過其實 我在這個節目中 我也有講過 應該不止一次 現在的投資市場 令我最 不安 就是債券市場 因為價格來說 是一個 完全不合理的 價格 你想想 不要說負利率 已經是 十年期的 德國債券 你的EU跌到0.05 你想想 就是說 你買 德國政府的 十年債券 換句話 你借錢 給德國政府 借給你十年了 老實說 但你每年賺得 那0.05%的日息 你為什麼 要買呢 這是匪夷所思的 真的可憐 還有 如果你換一個角度 這幾天 德國十年期的 債券 那個資息由0.05 現在升到 大概是0.68 那其實 如果計算債券 那個價格跌幅來說 大概是應該跌了 5% 多一點 那 先不要說 那問題是 如果大家 跑怪碼頭 那幾天5% 那幾天5% 很濕稅 買大陸股票 一天都5% 不要說幾天才5% 那你可能不當 但問題是 你買股票來說 你一年 其實你可能想著 我賺幾十% 但你買一張 德國政府的債券 一年你只收0.05 你虧了5% 那你已經虧了幾多年的息 所以其實是一個 債券市場的風險和回報 是一個不平衡 就是我們叫做 asymmetric 但是為什麼 仍然不撲下去呢 所以這個就是 我一直對債券市場 一個很擔心的東西 另一件事 其實就是 看到什麼呢 就是債券市場 沒有利益 在節目中好像說過 其實我 過去這幾個月 我都跟一些基金經理 談 其實他們都面對一個困難 他就說 有時候 譬如說 他們拿著一些債券 拿著一些貨 其實 債券基金來說的話 有些債券基金是短期的 沒問題的 我拿著短期的 三個月的 就拿著 maturity 拿到到期之後 我又 roll over 第二張 那就簡單 但是有些 有些unconstrained 可能長一點 其實他不是說 買了十年期就拿了十年 其實他都會有一個trading 就是有位置的 有些醫護好少少的 那就有空間 你就trade 現在的問題就是 因為債券市場 沒有貨 那些貨都歸了 央行又拿著大塊 銀行又拿著大塊 保險公司也拿著大塊 甚至乎現在是 因為過去這兩三年 那些債券的ETF 是越來越大 那些ETF拿著的話 他們更加不會放的 所以其實 那個債券市場 是沒有什麼利益 沒有什麼利益 做成了什麼呢 就是 那個pricing很差 因為債券的買賣 不是好像股票那樣 很簡單 很清晰 買賣差價 之類之類的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tree negotiation 所以現在沒有什麼貨源 所以現在沒有什麼貨源 所以變成 中間的第三者 就是浪架 所以其實有時候 變成 我可以逼著 譬如我看到 有一張東西 那些利益比較好些 但是你計算 那個transaction 其實如果說 它沒有incentive去買 基本上 你都沒有辦法 take advantage of 那個yield discrepancy 所以就坐著 大家就坐 好了 這個問題來了 這個也是我所擔心的 就是說 如果出現了一個市場 就說 有人要 市價跌了 如果你是一些 manager 拿盤的 這個好像 如果我說的 現在只是 短期的 投資者 其實是 這個時間 摸不清 怎樣走法 那就 先把水 所以 這個時間 忽然間 有個selling pressure 如果 我是一個債券 這個短期的現象 我反而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去收拾平貨 那你就沒有問題 這個對你 有什麼問題 但是 現在是 很多etf的債券 這樣 就 未必會這樣用 還有就是說 如果有人 redeem 那個etf的債券 其實那個etf 就要跟著去sell 變成 你就沒有了一個discretion 說 我可以等一等 你就沒有得等 如果這個自動波 的機制 影響力越來越大 其實 你真的會造成了一些 這個叫做 false selling 以及一個已經叫做 automatic selling 自動 所以我這次覺得是 本市場 如果走資 未必是會流向 即不是因為 那個risis trade-off 即不是因為 我覺得想投資 一些risky 一些產品 由本市轉去equities 我未必會這樣看 反而是因為你的本市 其實你equities 或者一間公司 你的本市的yield 高了的話 你的cost of capital 會提升了 第二 其實你bonds 可能做了很多 儲存 可能作為collateral 去買股票 或者怎樣 是很大機會 做成一個火燒連環算的 好了 我們控制完姐姐 了我們 OK 我們第三節先講到這裡 回到第四節再講 好